今天今天要帶您看到南投 一名時期的少年 得知同校同學和南投縣議員 余秀因兒子關係密切 在背後說對方壞話 遭到瑕疵 痛打群傷 還被迫成資源簽下五萬元本票 最後因為傷勢嚴重加嚴 陪同報警才讓全案曝勒光 深愛的議員兒子外號嚴王的 江信主賢否認就說 警方原以組織犯罪條例 以送監方進行偵辦 受害少年赤裸上半身 全身傷痕累累 皮開肉戰被打的全身傷 但鏡頭前他卻得說是自己摔傷 雙腳跪地手上拿著支票 強調是自己欠錢 這名少年因為得知同校男同學 和南投縣議員余秀因的兒子 外號嚴王的男子關係密切 在背後說對方壞話 還說跟著爺王沒有用 引發對方不滿 透過他人遇到鐵皮無痛 並脅迫他簽下五萬元本票 做不到 做老母的我 在這裡給大家 放室 自己獨立已經兩年過了 因為 爸爸過去 做不到事情 我跟爸爸也都苦口婆心 小孩兒子 我們沒辦法以死消息的看國 本案是發生於110年年間 那全案葉宇移送台灣南投地方檢察署 積極偵辦中 張信男子否認教唆 但警方調查他仍脫離不了關係 其他共犯被譽傷害恐嚇 妨礙自由等罪送辦 外號爺王的張信主席 則是被以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移送爭辦 一旦法院判刑確定 得面臨三年到十年 有期徒刑 記者微笑語南投報導